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首先我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肯定 那草山小鎮呢 我們這次得獎的內容是 管為推廣類 顧名思義 它就是在整個管理維護方面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不錯的成績 然後在文化推廣方面也不錯的成績 那這個場域是以前韓戰的時候 那我們跟美國有簽一個中美共和防疫條約 那他們當時派出非常非常美軍的官員跟眷屬 那他們是他們居住宿舍的地方 那後來我們中美斷架以後 他們就全部撤走了 那這個地方就荒廢了 我們接手以後呢 我們大概花了大概一億兩千塊的經費 重新把它修復 所以它非常非常有一個美式風格 台灣這邊我們有非常非常多日式的房舍 但是美式的房舍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目前保全最好的大概就是在我們這裡 但是最困難還是怎麼去經營它 怎麼去管理它 那我們就花費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能力 去維護這邊整體的景觀 跟仿色的一個整體的造型的外觀跟它的狀態 當時我們在修復時候 我們把它的整個修復標準提高 我們是用在這個叫做歷史建物的這個標準去修復這個景觀 所以我們的成本就會高了高了非常非常多 我舉例來講我們有一棟建物 那目前是咖啡廳 它的煙囪其實是跟樹已經長在一起 這個煙囪呢本來應該在房子裡面 那我們為了要保存保留這個煙囪呢 所以我們又特別去做一個鐵的架構 把整個煙囪把它固定住 把它切割到外面來 讓整個景觀呢 讓這個煙囪跟整個房子的景觀是融合在一起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這一區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老樹 那是屬於臺北市的一個保護樹 那我們不但把這些保護樹全部都是做完整的保留 然後讓它能夠生長更好 同時我們也種得非常非常其他的樹 那這個地方的整個景觀呢 它是綠蔭盎然 然後把這個整個草皮直皮整個做起來 然後整體的景觀讓大家看起來就很願意來這邊休息 那尤其架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那個三代同黨 爺爺來爸爸媽媽帶來小孩子 一起來這邊露營野餐 來這邊消費 然後來這邊享受這個美式的時光 有一個地圖的地圖 我還遇到這個不平衡 我還可以在蘭燮裡 自己的時候可以看到 你會在蘭燮裡 蘭燮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